纯之奔奔 雀之强强 人之无良 我以为凶 纯之奔奔这首诗歌 主旨是非常明确的 诗歌直言谴责了 魏国贵族阶层 纯就指安纯 雀是指喜雀 那纯之奔奔 雀之强强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 比较常见的理解 出自于毛氏正简 就是认为奔奔和强强 这两个字都是用于指代 安纯和喜鹊成对的栖息 成对出行时雌雄相随的样子 这种解释虽然的确符合 这两种鸟类生活的习性 但问题是奔和强这两个字 在本意上其实并没有成双的意思 所以这首诗歌虽然非常的简短 但是历来所引发的争议却有很多 而争议的焦点 就是对诗歌中的奔奔和强强这两个字 也就是这两个形容词的理解 那这两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历来关于这两个谍词还有另一种解释 我个人是比较赞同的 三家诗的奇鲁二诗中 奔奔写作奔奔 强强写作江江 奔有勇猛好斗的意思 古时候就有虎奔军 也有虎奔中狼将这样的武将的官职 因此奔是勇猛的意思 那事实上鞍纯这种鸟是非常好斗的 尤其熊鸟之间经常斗的不可开交 现在民间其实还有鞍纯斗驾的这种活动 那喜鹊也是如此 当有其他的鸟类来争抢巢穴的时候 喜鹊会列队抵抗 也是一种勇猛煽斗的鸟 所以奔奔这个词在这里应该是通奔奔 可以理解为鸟类好斗的样子 那另外古时候江和强这三个字是通用的 所以江字在这里是通强 有强健之意 所以我也读作强强 是用于形容鸟类争斗使凶猛有力的样子 因此诗歌手句的 纯之奔奔 确之强强 是诗人借用鸟类好斗的样子 来讽刺卫国统治者 穷兵独武 缺乏人德 而之后的诗歌内容 则就是完全直白的谴责统治者 人之无良了 那这首诗歌最特别之处 也正是在于诗人将要谴责的对象 和擒鸟之间进行了一个对比 那人和擒鸟之间有可比性吗 人和擒鸟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孟子就曾经讲过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兮 他认为人之所以和禽兽不同 那不同之处就在于那心中的一点点仁德 人是应该有道德 有礼仪的 那纯之奔奔这首诗歌 就是诗人对于当时为国统治者昏庸无道 和社会昏暗痛心疾首的一种责备 一国之君天理沦丧 就如同禽鸟那样好斗不仁德 那国家在这种无良统治者的管理下 也必然是名存实亡 离真正的毁灭也就不远了吧 双击点赞 关注听灵七 你也可以通过阅读灵七品读诗经的相关书籍 了解这首诗歌的完整解读 我是灵七 让我们一起品读诗经之美 回归人生出行